至于今天上午高检署和四个行政部门 与12个地检署针对了黑心有事件召开会议 历经四个小时的会议时间之后 高检署指出对于约谈未应充 虽然目前上午时间表 但是各个地检署如果证据充足的话 就可以进行约谈 各个机关他对于他的案件争办 那有他一定的进度 那他掌握的证据资料是否齐全 那足以做其他后续动作没有 这个各检署机关他应该要考量他的案件 来做一个确实的一个斟酬 这个案件为了避免日后执行的困难 那应该要事先来做一个 查扣犯罪所的一个工作 那有关于要实施强制主份 或者是要做这个犯罪所的查扣 也希望各地能够起步调 那如果在法律试用上有所疑意的话 那有必要的时候再报警高检 来做一个统一的动作 高检署召集12个地检署开会 全力追黑心油伤 因为饲料油案牵扯范围很广 不只有上下油关系 公司工厂还有跨辖区的问题 高检署要求各地检署 侦办协调 至于约谈点心前动作未应充 以及假扣押的部分 高检也指出 各地检署可以试证据充足程度进行 为了避免后续侦办困难 对黑心油伤也会进行犯罪所得查扣 从上午10点开会到将近下午2点 一开就长达了4个小时 主要负责的张检 在会议结束后没有立刻离开 对案件极度重视 就是想要尽快将案件砧板落幕